一分钟 一分钟 带你了解 说 这带随差交给你什么东西 快 说出来 带随差 为了掩护带随差 真的不知道 还要王英 他假扮 随之法 结外生气 会出许多麻烦 还是不说 带随差 对其保管 对护 带随差 王太宪兵叶 带往无尽茶馆 抓捕陈重买 几位 这三名 这些带随差 都拿着看一路的 带随差 你们都拿着看一路 即被鬼子控制住 准备下陷阱 提香的 陷阱 送人百思维的棋 随从白铃铃铭 想起他 前天从无意中 将提香的手 告读过心愿的 相同意义 但玉儿既不知 把藏匿的地点 也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沈英杰等人 只好先到陛下 陷阱的秘密连落点 迎门客栈主下 商人对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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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莫 老莫 林杰 前面就是盆家帮了 大家坐好准备 想看咋 这是浓鼻子阿拉回衰色的 这么明显的事 睁着眼睛入虎口 能保护好阿拉的安全啊 那要看你 接下来这出戏怎么唱的 保护你是肯定的 但是我警告你啊 城里到处都是鬼子 你要是不安分 敢瞎折腾 我就算三头六臂 也保不住你啊 苏城认识阿拉的人那么多 阿拉怎么瞒得住嘛 所以给你化了妆 而且我们还有保护措施 什么保护措施啊 王英同志 上级命令 你和戴岁昌假扮成夫妻 负责掩护她 要我当她老婆 我不干 执行命令 四哥子 我 那王干死打了老婆 真不好意思的 假的 你以为呢 王干死 咱们俩现在夫妻了 你可以打我 随便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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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吧 戴岁昌 我警告你啊 是 你要是敢对我动手动脚 小秦一枪崩了你 他要敢逃跑啊 你就一枪崩了他 阿拉哪敢哪 你看你们左一枪右一枪的 还把阿拉打这么丰富啊 停 崩白 你要出去啊 不要到福庆茶楼喝茶 这外面乱糟糟的 日本人到处抓人 还是别出门都好 我去给你弃一壶 心上似的碧螺春呗 玉儿 我去福庆茶楼 不光是喝茶 还要等人呢 我琢磨着 这两天他也该来了 等谁啊 这可是男人的事 可不能告诉你 人家是关心你嘛 这病火马乱的 万一你出什么岔子 我可怎么办嘛 你少跟老子装纯情 我要是真的有个 三长两短的 你立马就会到了 别的男人怀里 讨厌 好了 在家里等着我啊 擦擦干净点 来 擦 擦 擦 金刚头 你干吗 臣 臣爷 没看见 滚 凶手 金刚头 金刚头 你过来 这 怎么了 你去帮我办件事 啥 啥事啊 喝茶 透球 闸闸闸的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踏車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盖先生 你是认识的 你能跟他接上头 就悄悄地把他带到怡红院来 明白吗 不是 那那那 戴先生万一不相信我呢 我要是不去 他肯定不相信你 记住 你要做六号桌 记住接头暗号 不是 啥啥啥接头暗号 他会过来向你借货 你说没有货 问他借不借钱 他说不缺钱 只想借货 你说要借货就跟你来 你就把他带来 明白吗 记记记住了 事情办好 我还有奖赏 好了 快去吧 谢 谢 臣妍 戴大哥 这小子可是个结巴 你可要耐着性子 听他把话说完喽 戴子尚 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啊 去福庆茶楼找陈松柏 他在那里等阿拉 你怎么知道他在那里等你啊 最近这段时间的中午啊 他每天都来这个福庆茶馆喝茶 等阿拉的消息 好 那咱们就按照预先的计划来执行 好 王盈 你和戴隋昌 假扮成进城做买卖的夫妻 老赵 你装扮成他们的伙计 我和老蔡押后 听见 苏城的地下武功队 已经接到了命令 配合我们行动 你看 我们要不要先去迎门客栈 和他们会合 不行 时间太紧了 咱们先找到陈崇白再说 好 好 王盈同志 你这么板个脸 哪像个夫妻啊 跨着胳膊亲热点好不好啊 我不想跟她亲热 够寒奸 这不是执行任务吗 不许耍性子啊 我 我想跟你假扮夫妻 让她当伙计 对对对 阿拉当伙计 做你们两个 王盈啊 我拜托你 你看她这个长相 要不像个贪官 要不像个奸商 要不像个 胡说八道的专家教授 她哪像个伙计啊 我不管 反正我挽着她 我浑身都洗漆皮疙瘩 我不答应 执行命令 好 出发 丁姐 你小子干吗把自己的女人 非要往别人身上推啊 你傻了 谁傻了 世人都能看出来了 就你还在装 别说装不装的事 我跟你讲啊 戴隋昌这个老花头 不是沾省油的灯 她一直在跟咱们躲心眼儿 这儿是苏城 不是湖山 王盈又没什么经验 万一让她溜了 咱们就只有干瞪眼了 你放心吧 我会死死地盯着她的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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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来 对吧 里边扔 王冠师啊 那里就是福庆茶馆 我们走上安全道了 这里人来人往的 你没骗我吧 阿拉怎么会骗农呢 我们虽然是露水夫妻 可是一日夫妻百事恩啊 阿拉对农是真心真意的 递上你的臭嘴 来 王冠师啊 笼长得是太漂亮了 特别生气的时候 真是迷死人不吵命啊 咱们两个做夫妻 真是郎才女貌啊 放开我 行不行 我逼了你 戴隋说 你狗日子活得不耐烦了 敢吃王冠师的豆腐 老师啊 是你们让阿拉和王冠师 加班夫妻的 阿拉也心投入 要充满 你给我闭嘴 小心点 别伞 瞎了眼了你 狗日子 你这么狂 你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你是不是以为我 我和你和你闹 闹笑话呢 信不信我打你 你来 打 打我 老子今天就打死你 别冲动 一个小混混 老赵能对付我吗 撤 别断了 敢在这儿闹什么 给我滚 你等着你给我 你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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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有点眼熟 好像是哪见过 别管他了 赶紧走吧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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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请 老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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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擅长 好嘞 走 走 走 很捆 要亲自一点 不能让岔路的人认错了 再做对了 要像一对恩爱鸳鸯 戴隋朝 我告诉你 等任务完成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走 等等 怎么了 事情太顺利了 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我先去看看 不如我我身上 你不要太担心好吗 这一代阿拉太熟悉了 鼻子眼睛都出不了事情 能消息阿拉 相信你 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 你们在这儿 等我消息 一三一 自己吓自己 行了 咱们去那边 来 走 不要再往里边走 别乱走 你们ивается 居然要还是 断居然 现场 他怎么如我 先生 臭寓 你看 什么 咱们 蜡 Pharise 你看 真武才 武才的 老子今天打死你 我去 上茶 你借头的很好是你向他借货 他说没有货 问你需不需要借钱 你回答不缺钱 只想借货 他说借货就跟着来 你过来 太军 他的那人为什么还不过来 这 这我也不知道啊 你去嘻探嘻探探 是 小哥啊 这陈先生怎么还不来啊 他不来了 我代表他来等人 那怎么等的人还不来呢 不是 你给我管得着吗你 话 话那么多呢 小哥 是这样的 陈先生呢订了今天的午餐 他不来 你就带来了 快 快点 上菜 上菜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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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用 你慢用 走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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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武天 那 väldigt这样 小哥 结个伙哈 没没没 没伙哈 结个伙哈 滚蛋不愁烟 没话 那个人是甸里的产客们 他不是 他不是产客 对不起 对不起 慢用 慢用啊 他会过来向你借我 你说没有火 问他借不借钱 小哥 借个火 没有火 没有火 你要不要借钱 你要要不要借钱 你等等 各位 等等 走吧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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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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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走啊 那不是坐 那扶修化骑吗 老板 快逃吧 这逃得慢 别出化劫了 连小命都没了 三哥 别动 骗子 这种意味不错 先走 我去 我去 逃他 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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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逃啊 不许逃 王姑娘 再不逃就没命了 我会保护你的 就你这么想 都不知道能不能保护好你自己 不好了 沈樱洁那边出事吧 好 和老蔡去接应他 王妖 你带着带隋长 赶紧去咱们的零楼点 是 走 走 走 站住 走 走 走 雨滴 什么地儿干活 太 太军 我是连良民 太军 刚才逃走的那个男人是谁 他 太军 我真不知道 马哥 走 走 走 快看 太军 走 阿絲 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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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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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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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娘的跟鬼子拼了 不行 走 怎么人饶力丹 只能送死 那怎么办 兵器已经被围死了 根本逃不出来 老大 啊 跟我来 好 没想到 快 快 火光又在这儿了 快点 快跑 快跑 快回寸 好 说你呢 你别我 好嘞 好嘞 还有你 成天就是到事 快点干活 不然你能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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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站长 重庆集电 混蛋 混蛋 让老子当这个站长 还不是给范健擦屁股 副站长 副站长 蠢货 我是站长 丁站长 说吧 什么情况 戴岁昌真的回苏城了 绝对没错 铁嘴李是我的线人 他亲眼看见的 他还给戴岁昌 算了一罐了 好你个戴岁昌 吃了雄星豹子胆了 居然真的赶回苏城 他回来干什么 听铁嘴李说 他好像是要去福庆茶馆 跟什么人接头 结果被日本人给搅了 也就是说 苏城还藏有他的同伙 他们肯定有重大阴谋 站长 上风催促处处置戴岁昌 咱们正愁着没地找他呢 这下好了 送上门来了 对 阿贵 老子新官上任 你就立了头功 好 好好干 等这下任务完成 我替你当副站长 谢 谢谢站长栽培 阿贵 你现在马上再去打探 看看戴岁昌究竟藏在哪里 日本人到底在中什么 好嘞 好好好 丁麻子吉星高照啊 这就叫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快说 陈冲白在哪里 一位 太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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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再不说 死了死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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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太队 你也得接吧 太 太队 我 我接吧 你愿意为皇军下劳 说吧 陈冲白在哪里 不是 他 他 他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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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死了 这次吓死了 他有任务逃他 我听你说话 比你还痛苦 来吧 写下来 陈冲白在哪里 我 我 这 这 怎么了 你想对抗皇军 不是 不是 太太就 我 不会写啊 你不识字 少佐 我让你任何人 这些人 不错 这些人比较大 对 是 不用你说 我也不用你写了 直接带我们去抓陈冲白 开路 走 王格斯啊 这里安全不安全 小鬼子会不会找上门来啊 别废话 外面究竟怎么样了吧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会儿啊 要不你进去 怎么头上 裹个头尖啊 阿拉把脸子住 小鬼子就这么送阿拉来了 是啊 走了走 小鬼子来了 小鬼子来了 你们总算回来了 真是担心死我了 刚才发生什么事 怎么突然冒出那么多鬼子 啊 父亲茶馆是个陷阱 鬼子早就在那儿设埋伏了 茶馆是个陷阱 那你的意思是说 鬼子知道我们在茶馆接应 陈冲白被抓到了吗 六花桌 确实有人等他接头 但不是陈冲白 是那个结巴 这 哪个结巴 就是在茶馆外头 撞到戴隧昌 差点打起来那小子 听他的意思 他是替陈冲白 在那儿等人来接头 阿拉想起来了 阿拉想起来了 他经过他 你 你怎么不早说呀 那照你这么说 陈冲白有可能躲在怡红院了 对 对 他在怡红院啊 有个相口的 叫鱼儿 怡红院 鬼子抓住那个结巴 陈冲白就非常危险了 咱们必须抢在鬼子前面 找到陈冲白 快走 阿拉不去 太危险了 阿拉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我拜托你啊 除了你谁认识陈冲白啊 快走 走走走 快走 快走 大爷 大爷 大爷还来啊 冲白 外面好像出什么大事了 又打枪又爆炸的 吓死人了 金刚头回来了没 还没呢 这小子 怎么还没回来呢 冲白 你到底让他干什么去了 灰灰碎碎的 男人的事 你就少管点 等 等我 你 你 鞋都能走掉了 你怎么会当成秘书主任 走 那我们再撤阿拉 阿拉不去怡洪院 你敢威胁我 哪有啊 走 鬼子献兵查获了陈冲白的线索 正敢往怡洪院抓了 而沈英杰等人 必须抢先找到他 才能许回体乡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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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杰 咱们只能从那边绕过去 要远很多 快走 走 下一个 别试了 干嘛呀 这可是今年的新款 我感觉今天不对劲 不能在这儿傻等 你赶快跟我走 要走你走 我才不走呢 玉儿 赶快收拾东西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崇白 你在躲什么人吗 玉儿 这个你不用管 听我的没错 你不跟我讲清楚 我凭什么要跟你走啊 玉儿 我跟你说实话吧 青岗同道附近茶楼去接人 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担心他出事了 出事怕啥呀 凭你的能耐 这道上的事还有你百不平的 这回惹的可是日本人 什么 好好地干嘛又惹日本人啊 哎呀 这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我现在心惊肉跳的感觉特别坏 好了好了别磨蹭了赶快跟我走 哎哎哎 崇白既然这样你赶紧走吧 我跟这事没关系 犯不着跟你逃走的 玉儿你傻呀 日本人心狠手烂的 他知道我们的关系 绝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走 玉儿 大爷你站哪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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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走也来不及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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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军 你们是来扫黄的吗 我可是交了保护费的 陈冲摆在哪儿 走开 太军 可不能抓人哪 以后 这谁还敢来我这天上人间烧钱哪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我把鬼子引开 你赶快趁来逃走 躲得越远越好 记住千万不能回忆我院 鬼子会斩尽杀绝的 你快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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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打枪 好笑 这四夷护月 咱们来晚了 快走 快 好 这人怎么了 来 你什么事 来 来 这人怎么办啊 那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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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快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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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北 他死聪北 殷杰 宿舟的路是无限 我去把问题引开 小心 陈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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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北 陈中外 老老弟啊 您快醒醒 快醒醒 四哥子啊 他死了 怎么白忙活了 我拜托你啊 闭上你的乌鸦嘴 是 陈中外 陈中外 乘北 戴大哥 阿拉回宿船来了 来去迪香 迪香早在哪里 能赶快告诉阿拉 快送 他是谁 他们是阿拉所下 跟阿拉混了 您尽管放心大胆地讲好了 快送 迪香 好 迪香 迪香 聪北 您不能着急地死啊 你早晚才扫破了 快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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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间的花姑娘 她叫什么名字 叫 叫玉儿 她在哪儿 不知道 她不见了 她 竟敢窝残凡人分子 死了死了地 太君都冤枉呢 到我这儿来的个个都是爷 我哪知道 谁是太君要抓的人哪 你搬个 从北 陈主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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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藏在什么地方 快假 你把吓我 弟家 快假 那是老子的身家姓名啊 他藏在广府寺 藏在广府寺里什么地方 好 好 快 陈主白 去广府寺 好 走 来 报告课 看不见 天宗白 不认识 不认识 这里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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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是 他们不认识 他们这里 来的 是 慌疑 逃 一定有什么 大事 阿伦大 这个得什么东西 他 他 他 太阅 那是那 庙里的戒牌 陈琼百地 他是和尚 不 他 他 他是 居士 明白了 他喜欢在哪座庙里 我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 就饶命 想起来了吗 太阅儿饶命啊 我 我这 这 这真的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想起来了没有 我想起来了 余儿曾经说过陈先生经常去广府寺上下 昨天还去了呢 老师 这样子对了 只要你们配合我 大家都好过 别招 广府寺 这个仗 你们继续做 马上就到了 要不咱老餐替你配一下 不用 要不咱老餐替你配一下 要不咱老厂 第三坞 还ana 可以夜男的 快 tak可 快 快 快run 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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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 这是我的 我的蝉房 箱子 就藏在这个屋子里 沈阁长 没有啊 大 这么大 黑色皮箱 咕咕囊囊的 这 这哪有吗 冲白 你不要玩踪迷藏好不好 快点啊 冲白 你可真的藏 连自己人都找不到 我拜托你啊 你能不能 冲白 别急啊 喘口气 慢慢抢啊 对 慢慢抢 慢慢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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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 放身看 身看下面 有三块砖 砖是活动的 箱子 箱子就藏在里面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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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他们来得真快呀 塞格子 赶快拿走迪象 快 牛惶什么牛惶 沈阁长 鬼子就晚咱们一步 拿到提象 就可以提前回护山了 我们可以完成任务了 先去警戒 没有提香啊 不可能啊 怎么回事啊 提香去哪儿了 我昨天还检查过 箱子明明就藏在里面 怎么可能 确实没有啊 太军 陈冲白的房子就在那个后院 退 那爷 沈队长 鬼子来了 再不早 怕来不及了 快撤 走 走 走 我的天啊 快撤 这个家呀 我还在这儿 不过 我还在这里 走 你们你们 她是 一声 都是 给你帮我 沈关长 陈冲白快不行了 老蔡 咱们去那边找个隐蔽的地方 得赶紧问问他 好 走 你 格勒 这个安东怎么回事 这个陈冲白住到这儿 没有别的人来住了 至于这个安东 贫僧确实不知道啊 陈冲白 他在你们寺院有卷用的禅房 这是为什么 太军 本室的禅房可以常年对外出租 那有钱的军士们 可以长期居住在这儿 吃宅念佛 拜菩萨 陈冲白他住在那里 你们平常怎么联系 我们不联系 他自己上这儿来的 别干 别干 你不了事 带走 走 走 陈冲白 陈冲白 体香究竟去哪儿了 体香 体香就藏在那下面 怎么就没了呢 还有谁知道这个秘密啊 没有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 我怎么能说出去呢 我谁也没说 你再仔细想想啊 聪白 我可不能坑阿拉 体香死没有了 那就等于丢了阿拉的命哦 大哥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这个屁用 带翠成 你发脾气就有个屁用了 陈冲白 你别着急啊 你好好地想一想 是不是在无意中 跟什么人讲过 对了 我跟玉儿 玉儿说过 我昨晚上喝糕了 我和玉儿提起过这只皮香 宝贝啊 崇白 你什么时候替人家赎身吗 人家实在不想待在迎红院 成天被那些丑男人欺负了 快了 快了 你每次都敷衍人家 这回是真的 我实话告诉你 我藏了一箱子宝贝 别说为你赎身了 这次让你荣华富贵 做上少奶奶 我不信 你藏哪儿了 让我也瞧瞧 这可不行 这可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呀 你要是偷了我的宝贝 给人私奔了 我可就惨了 讨厌啊 来 来 再喝一杯 但我绝对没有跟他说过 皮香藏在什么地方 苏丝 亏你还这么惦记他 大哥 我替你藏的这个皮香 你说过要 时候给我一大笔钱 肯定是这个小婊子 无情无义偷了皮香 才逃得无依无踪的 不是他 绝对不是他 他根本就不知道 皮香藏在什么地方 怎么偷我 再说 他一直跟我在一起 没有时间去寺院 陈崇拜 玉儿估计 已经不在意宏院了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在 在 鬼子 走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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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科长 沈科长 别气了 沈科长 沈科长 这 死了 陈崇拜 陈崇拜 完了 哈勒的孙家姓名 全完了 沈科长 带子长 你有没有见过 这个叫玉儿的女人 见过 是 崇拜带着她出来 自过两回饭 仅此而已啊 其他的 阿拉一点也不知道啊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必须马上找到 这个玉儿 妹子 开开门 是我 没人看见你吧 没人看见你吧 吓死我了 外面突然戒严了 鬼子现在全城大扫补 我是绕着小巷过来的 今天吓死我了 差点就没命了 糟了 不知道殷红院的姐妹们 有没有出事啊 玉儿 咱们总算熬出头了 从今以后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了 就这东西 就这东西 我果然猜得没错 陈崇拜 把她放在庙里的禅房里了 自从她禅上你 我看着这家伙叫烦心 今天早上 我去医工院偷偷看你 你说她藏着一箱宝贝 我就想起 曾经看见她拎着一只蹄箱 来过庙里 这东西 一定是什么不义之财 不然 它怎么会偷偷摸摸藏起来 对 姓陈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不义之财 咱不拿白不拿 是 咱们拿这钱 也算是劫富济贫了 法明 咱们有钱了 我也终于可以自由了 是 咱俩远走高飞 谁也找不着咱们 快打开看看 好 聪拜老爹 老花家 吐死狐狈 老哥给你叩头了 沈科长 现在怎么办 现在城里风声太近 鬼子又在到处搜查 这样 咱们先去英门客栈 那儿是地下武功队的秘密联络站 老赵 在那儿等我们 咱们先落下脚 再商量下一步怎么行动 好 赶紧走吧 别磨蹭了 不走 阿拉要多佩佩 葱白老弟 爱走不走 你再不走 鬼子来了 好 试试用这个撬 老子热不羡 打不开它 快打开呀 撬这边 啊 ають 走吧 你 有点 初恋 你 找开 梦 先 这些都什么东西啊 是地契还是债券呀 最好能换成钱 亏点不要紧 咱拿了钱立即走人 发明 你怎么了 月儿 这回出大事了 就要大难临头了 来 先让你慢走 来 你配里边请 先让里边请 来 来 谢谢 婷婷 你们可送来了 这是客战老板 老徐同志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顺子 你赶快到门口带客去 好 好 走 走吧 进去吧 婷婷姐 你们回来了 对了 我找了几个身手好的 由你调解 谢谢 大家坐吧 婷婷 情况怎么样 提箱拿到了吗 别提了 这回啊 这回啊 是竹篮打鼠一场空 东西 先一步被人偷走了 被谁偷走了 就差不多了 干啥 对不起 我不知道陈中白藏的宝贝原来是这些东西 不然打死我 我也不会让你偷出来的 哎呀 哎呀 发明 我应该猜到了 鬼子在义弘院 疯了似的杀人搜捕 那是在找非常重要的东西 而这东西 就应该在陈崇白的手里 你的意思是 鬼子找的就是这只蹄箱啊 是蹄箱里的绝密文件 鬼子现在全城大搜捕 说不定就搜到咱们这儿了 法明 我好害怕呀 这箱子是货水 到谁手里都会掉脑袋 法明 你怎么赶快逃吧 逃 怎么逃 你是陈崇白的想好 那鬼子早就听上你了 一路面全完了 那怎么办呀 你快点想办法呀 别急 反正 这箱子不能在手里 我 我悄悄地给它送回去 不是 鬼子找着它 那就不会再追查你了 我这儿就去 哎 法明 我跟你一块去 我一个人不敢留在这儿 好 一块去 走 好不容易找到陈崇白 线索学有多了 哎 三哥子 这个陈崇白啊 为人相当谨慎 这次 这么重大的秘密 绝对不会锁苦锁品 肯定是玉儿干的 阿拉估计啊 乔婊子养了个小白脸 让小白脸动得锁 现在唯一的线索是玉儿 必须马上找到她 哎 现在要找到这个女人 等于是大海捞针呢 云姐 你们能先吃饭 吸口气 我派几个兄弟分头打探一下 我们书记苏生的情况 兴许能找到线索 小白脸 什么地方 阿拉祖生意大 太军 来苏生进户 小白脸 小白脸 太军 阿拉 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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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两米 你爹 两米 我看着面熟 不熟 不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 没见过 肯定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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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是太平站茂园号的老板 近货常住在我这儿 两米大大的 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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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米 太军 阿拉太太 太太 太 太太 阿拉太太 阿拉太太 来 下一个 不亲人 打打地不亲人 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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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够亲人 半个儿 是不是真扶起我一眼就看起出来 还真不够亲人 好好好 太军 太军 他们都是乡下的 没见过大事别 别把他们吓着了 吓着我这生意就没了 太军 太军 开轮 太军 太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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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终于甩掉那鬼子了 吓死我了 咱俩差点就没命了 我们不能再回到那个出租屋了 鬼子肯定会查到那了 那怎么办呀 咱们先找个客栈住一晚 等天亮了再走 跟您走 这个臭海贱 敢欺负王盈 好了 好了 等肉完成了 看我怎么收拾他 你这能怪人家吗 只能怪你呀 谁让你非把自己的女人 给别人送过去做老婆 我拜托你啊 我跟王盈是 是同志关系好不好 装 继续装 沈阁长 沈阁长 我带人分头在打探 可是到现在 还是没有找到玉儿的线索 怎么办 鬼子现在还在挨护地搜查 这说明他们也没得到文件 也在找玉儿 咱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 形势越来越复杂 只有找到这个女人 才能解开这个谜团 老周 你先回去 黄司令随时来电 有什么指示 立刻通知我 好 老蔡 你留守在这儿 提防戴水昌耍花头 你放心吧 老周 咱俩去趟医护院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好 走 走 走 就是这家客栈吧 我以前来过的 好 就在沈英杰等人 想方设法寻找玉儿的时候 没想到 玉儿和法宁也阴差阳错 住进了盈门客栈 而且 就住在王营的旁边 总算安全了 好